今天嘴巴上的顏色是Fresh02 跟玩具總動員聯名的 然後我擦的顏色是爆爆龍這支 色號是RD02 哈囉大家好我是Mag 今天這支影片呢是搭配泰國的多功能好物 那言下之意我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有一些東西它可能是一物可以多用 其實他那時候剛開始問我要不要拍這個影片的時候 我就思索非常久 因為我不算是生活智慧王 有時候我還是比較偏向生活智障王 我想說有一個東西 我已經要物盡其用就已經很不容易 那有什麼東西是我自己又想到我自己的使用方式 後來真的是想非常久之後呢 覺得這幾十年也不算白火啦 我同等出五樣東西是我覺得 它有非常非常多用途想要分享給大家的 首先第一樣呢算是我生命中一定要存在的好物 就是凡士林 凡士林我需要到一個很誇張的地步 是我有時候還是會忘記把它打到在行李裡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呢我就會在各國買凡士林 所以我在台灣買過凡士林嘛 在日本買過凡士林 我連在杜拜都買過耶 所以我現在服役中的凡士林 是阿拉伯文的 有沒有是不是非常下趴 這個東西對我來講很重要的程度 宛如空氣 只有它可以改善我嘴唇的那個狀況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方式其實是 呃其其也有教我的 然後她在她影片也有講過 因為她在她的多功能好物菜股裡面的那個影片 也有介紹到凡士林 如果你好奇她的影片的話 我會把連結貼在底下大家可以去看 那個方式就會是 你先勾一點點凡士林在你的手背上 然後灑一點點糖 攪拌均勻之後呢 你把它塗在你的嘴唇上面 擱置一陣子 接下來把它洗掉 洗掉的過程當中 記得要用指腹很輕的在周圍 唇周圍慢慢的這樣子畫圓畫圓畫圓 你就會發現達到很好的去角質效果 它會把你的嘴唇死皮帶走 可是又是用一種比較天然自然的方式 要不然專門很多去嘴唇死皮的那個去角質棒啊 我覺得它就是像這樣子的原理 它可能是用蜂蜜 它可能是用糖 或是反正是用一些比較潤摺的東西 讓你的嘴唇可以保護的情況下 可以去角質 那其實這個方式呢 你自己在家裡面這樣弄就可以 而且又非常的便宜 那接下來另外一個東西呢 是Benefit的這個好上手眉筆 你會想說哦就眉筆啊 能怎樣 對他們家眉筆好用 他們的眉刷也好用 可是眉刷除了可以梳眉毛之外呢 還可以梳睫毛膏 為什麼是Benefit 是因為像Excel或是Benefit的眉刷 如果你都有買過的話 你用摸的你就摸得出來 他們兩個的觸感其實差很多 Excel的那個眉刷比較柔軟 就真的是很軟的那種刷子 那Benefit的話 因為它的眉筆可能比較飽和 它需要更大力的去梳開那個顏色 所以它的這個眉刷摸起來就會比較硬挺 那這個時候去梳睫毛就非常好 因為睫毛有時候不是刷了幾層之後 它就會結塊 就是這邊的睫毛跟這邊的睫毛 好像擁抱在一起 分不開來 這個時候呢我覺得用眉刷就很棒 那使用方式其實非常簡單 你就從根部慢慢的往上刷 往上刷 你就會發現本來的睫毛 它可能糾纏在一起緊緊相移 到後來就會各自變得很獨立 然後根根分明 接下來這個東西呢 是李子夾 我發現琪琪也有分享 它的這個多功能道有三用 第一的話它本來的功能就是它把你的頭髮弄直 第二的話對我來講短髮非常好用的就是 可以燙捲或者是內彎 因為像如果用電捲棒的話 有時候電捲棒它太粗太寬 頭髮那麼短 我一不小心一捲 就捲到脖子 有可能也是我手殘 但是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樣是手殘人 然後又是短髮的話 我覺得電捲棒對我們的使用難度真的是有點太高 而且它如果兩旁邊周圍都是防燙的話 你就不用擔心會燙到自己 那另外一個用途呢 我之前在我的日本vlog有跟大家分享 我那次去美國出差的時候 發現它一個驚為天然的用途 它可以燙直衣服 因為你就想 它其實扁扁的 你兩旁邊這樣子往下這樣戴的話 你褲子本來很重 它其實也可以把它燙平 而且出差用它就非常方便 我本來就是會需要去整理我的頭髮 可是我不太可能會帶一個運斗跟著我出國 除非它真的是很小 你只要把衣服拉直 然後沿著衣服這樣燙 它就平整了 這個真的是超級管用 因為像我住在日本的時候 家裡很小 所以我就也沒有多餘的去買運動 它就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要不然我每天都皺巴巴的出門 來到倒數第二樣呢 算是我的秘密武器 接下來那個也算是秘密武器 第一個秘密武器呢 是伊比朗的這個洗手錄 這個真的太管用囉 大家想想看還可以怎麼樣用 除了可以洗手之外 你知道我拿它來幹嘛嗎 我來清潔刷具 我所有大大小小的刷具都是用伊比朗 我從來沒有買過專門清潔刷具的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有點歐巴桑心跳 我就覺得清潔刷具的那個怎麼那麼貴啊 比我自己洗身體還貴 所以我就一直沒有想要買清潔刷子的那個清潔劑 那時候呢我就發現伊比朗這麼好用 我就更是覺得自己很聰明 那使用的方式很簡單 就像你洗手的時候 你把手稍微打濕一點點 然後洗了泡沫之後呢 你就把刷子拿進來在你的手上 稍微的轉圈或是打擦 無論是化纖毛 羊毛或是灰鼠毛 我都是拿伊比朗這個來清洗 每一次清潔完之後 我都覺得很像全新的 然後我的毛也不會有什麼炸開啊 或者是可能斷毛啊 凡都不會 刷子的狀態都可以維持得很好 最後一個秘密武器呢 算是我們家的傳家之寶 傳家之寶很廉價 其實就是洗碗筋 沒什麼 這個洗碗筋呢 不限我媽買的這個泡書 或是其他的 都可以 只要是洗碗筋 它除了可以洗碗之外呢 它還可以把你的衣服 有污漬的情況下 全部洗掉 這個真的是在我們家用了 非常非常久 所以也不算是我自己想到的一個用途 好像是從我外婆然後傳給我媽 我媽還傳給我 因為你知道家裡的人 都比較偏向是冒失啦 然後又很喜歡穿白衣服 就吃東西的時候 然後就都弄到 醬油 然後義大利麵醬 或是任何 反正如果衣服低到 或是噴到污漬啊 你不要用衛生紙擦 你也不要用濕紙巾 把它什麼 按進去或幹嘛 就 都不要 在我媽的原理裡面 就是如果你把它 用衛生紙 還是什麼去擦掉的話 它的污漬會更吃進 那個衣服的纖維裡面 所以衣服要保持乾燥 然後手刀回家 在有污漬的情況下 點一點點洗碗筋在上面 開始往兩邊搓 上下搓 就會眼看著污漬漸淡化之後呢 這時候就丟洗衣機 每一次 只要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丟洗衣機 只要把衣服拿出來之後 又跟全新人一樣 醬油啊 咖哩啊 或者是什麼義大利麵 所有東西都會不見 有一次 我很誇張 我穿長裙吧 然後我好像在我第一個工作 就是那個老闆叫我可以 躺著看日記的地方 他跟我說 今天可以泡泡麵什麼的 然後我就泡泡麵 就我不知道我到底哪根筋不對 我就把維力雜醬麵放在地上 結果我走經過的時候 我的裙腳 所有 就真的是這樣子的裙腳 一個三角形 全部浸在那個 維力雜醬麵的雜醬裡面 超傻眼 然後我那個裙子又是粉紅色的 後來我就把洗碗巾 比較大範圍的 因為我那個沾到的範圍很大 我就點在那邊 然後慢慢的擱置之後呢 然後搓搓搓搓搓 我那一天 出去辦公室的時候 我的裙子就跟全新人一樣 這是我們家的祖傳秘方 推薦給大家 好 那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 我的多功能好物 有什麼樣的東西 也是你一物多用途的話 都可以在留言底下 不要嘗試跟我講 我非常想要知道 因為我不是生活智慧王 我想看看大家還有什麼 你知道非常奇葩的使用方式 然後如果你很好奇 其他人的影片的話 我會把他們的影片 留在資訊欄底下 大家可以點去看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跟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好 所以有沒有看到我的 油脂分佈 就是 擠的時候其實你感覺出來 就是有東西上在頭上的感覺 按摩頭皮 好 那時候會看到濕濕的對不對 沒有關係 這個時候就是讓你達到 像是洗頭的感覺 我按完之後 有沒有看到 蓬鬆感就恢復了 是不是很厲害 還記得剛剛嗎 就是